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日本的动作片 《银魂真人版》 影片一开场说 在20年前 平静的江湖城突然出现了外星人 当地的人们称外星人为天人 这些天人不仅有特异功能 而且还冷酷无强 老百姓是袒虎色变 连幕府都为之干探 不过也曾经爆发过驱逐天人的壤仪战争 双方经过混战 最后以人类的失败过中 天人们担心人类今后再给他们添乱 于是便颁布了非刀令 武士们没有了武器 那还玩个屁 最后都渐渐的销声禁忌 转场之后 作为七毛小店生人员的眼镜哥 志村辛巴正在算账 但由于笨手笨脚 被老板毛短叔骂了个体无完肤 志村辛巴说 哥们是职业练剑的 你得让我多熟悉几人 毛短叔说 现在练剑的还不如要饭的 你就甭跟我这闲扯淡的 赶快好好看 这个时候 在店里喝茶的两个天 人没事找事开始出来劲了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我们的主人公板田银石闪亮登场了 这哥们上去就是一招 旷世绝学狗撒娇 当时就把那天人给揍得冒入耗了 这板田银石的绰号叫白叶的 不仅长得帅 而且骁勇善战 天人们只要提起他 当下都得猛了一颤 接下来插入了一段动画的片段 是银石辛巴和神乐 三个主要人物在现场待 当然也有叫神月的 甭管是神月还是神乐 总之这小丫头片子 就是一逗逼吃货 转场之后 神乐拿着个大网兜 非要银石和辛巴 带他去捉独角仙 可那二位不仅不去 还说风凉话 说谁去谁就是鸽二 神乐一听 气的是不要不要 于是便甩出了杀手锏 一哭二闹三上吊 这个时候 银石在电视上看到了一则新闻 说这个独角仙 直老鼻子前了 银石一听 这眼睛就是一亮 贪婪的欲望 马上就膨胀了 说赶快出发 咱能不能发财致富 就全靠他了 三个人刚来到树林 就遇到了正在色诱独角仙的 真选组的局长金腾勋 银石说 哥们又是涂蜂蜜 又是金鸡独立 为了捉个独角仙 也真是豁得出去 三个人走了没多远 又遇见了真选组的副局长 土方十四郎 这哥们捉独角仙的方法可多浪 正拿着大刷子 往树上刷天明酱 这个时候 三个人突然看到树上 趴着一个巨大的独角仙 银石说 赶快把这孙子给捉住 咱就有钱盖别墅 但是真选组一番对队长 冲前总务讲办 银石说 你们真选组不去办案 一帮人跑到树林里扯什么蛋 金腾勋说 将军养的独角仙 琉璃娃逃跑 如果找不到 我就保不住无上帽 正说着呢 琉璃娃扑扑着翅膀 从头面前一闪而过 那风骚的走位 性感的俏文 把大伙都看出神了 紧接着是一场追逐戏 辛巴的姐姐至村庙 一看金腾勋 光着定来者不善 瞎得是花着乱颤 急忙举起球棒 直接就把这哥们甩到天上 这个时候镜头一转 一位重要的人物出现 那就是长怕飘飘 一脸傲娇的贵小太郎 他和板田银石 还有本篇的大反派高山进驻 同为吉田松阳梅下的学生 还有他旁边这位外星生物 伊丽莎板田 看这形状应该有一定的范围 晚上银石和贵小太郎 溜弯的时候 聊起了小时候的那些事 他们的老师吉田松阳 由于整天跟幕府和天人作对 最后被定了个反叛队 回忆起当年抗击天人的那一幕 两人都非常的有感触 银石说 最近经常有随机杀人的情况 晚上没事 不要出去下球转 不然容易领头发 而且你头发那么长 长得又那么娘 万一遇上大色狼 肯定会把你虐出墙 到了后半夜 贵小太郎就遇见了 随机杀人魔钢田四藏 这贵小太郎武功再高 也斗不过钢田四藏手里的 那把红鹰腰刀 仅仅一招 贵小太郎就暂时报了笑了 铁石的家 铁石说 我家的那把红鹰被人偷跑了 银石说 红鹰是什么鸟啊 铁石说 红鹰是一把能够吸取魂魄的腰刀啊 谁碰谁报销 你功夫那么好 给帮他找找 银石说 既然谁碰谁报销 你还让我找 我一没偷你家 你二没偷你家面 你犯不上拐窝抹角 让我领盒饭吗 铁石说 腰刀要是落在坏人手里 那可就糟了 到时候生灵涂炭 会有大批的人领盒饭 到了晚上 辛巴和伊丽莎外田 正闲扯淡的时候 钢田四藏突然就出现了 并且上去一刀 就把伊丽莎外田 给拦腰结断 当辛巴马上就要交饭票的时候 银石及时杀到 两人一言不合就动起了手 此时的钢田四藏 已经把灵魂出卖给了红鹰 人刀合一 很快就把银石给做懵逼 而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辛巴突然出现了 上去就把钢田四藏的胳膊给砍断了 钢田四藏不敢恋战的 带着一帮人仨子聊 转场之后 甄选组局长金腾勋 正光着定链剑 土方十四郎说 传闻高山进驻已经回来了 并且把钢田四藏 来岛幼子和老坚巨华的 萝莉控五十变平泰 全都招致了回下 他这次可是来者不善的 准备让鬼兵队复活 然后发动武装政变 让幕府和天人全都领好 神乐刚摸到船上了 就被人给发现了 接下来是他跟来岛幼子的一场枪战 这小姑娘身手不错 很快就被高山金主义抓获了 银石在家养伤的时候 村田帖子突然不请自来 帖子说 我求求你快去阻止我哥哥那大傻蛋 高山进驻那帮人 拽着他准备利用胡鹰腰刀搞正变 当来岛幼子准备让神乐领盒饭的时候 辛巴突然出现 罗利控五十变平泰说 老弟我可真佩服你的勇气 单枪匹马就敢劫法场 你到底是怎么想 辛巴说 无知者无畏啊 其实我也不想得罪各位 来岛幼子说 这种窝囊费留着也没什么用 让我要了他的命 来岛幼子刚准备让辛巴交番票 真选组的人突然就杀到了 村田帖子把自己打造的刀啊 交给银石 说想夺取胜利啊 必须有合适的武器 银石接过刀看了看 说这玩意儿怎么那么像大便 这个时候 机械师平贺猿外突然出现 平贺猿外说 瞧瞧美 这是我刚替客人修好的飞行器 他可以带你上去 接下来是一场鸡飞狗跳的混战 而之前被钢田四藏干掉的 贵小太郎啊 又神奇般的出现 罗利控武士变平泰说 这他妈也太扯淡了 可真是活久见 原来这贵小太郎啊 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 于是便假装交了饭票 然后利用伊丽莎白田作为掩护 是次数搜集情报 要说这红鹰腰刀 可真不是一般的武器 居然又让钢田四藏 长出了一条手臂 接下来是钢田四藏 和银石的一场动作戏 两人打来打去 钢田四藏突然就变了意 已经走火入魔的村田铁石 一看激动的当下 就是猛的一颤 说这才叫人刀合一 牛不牛逼 不过走火入魔 不代表六亲不认 这哥们为了救他妹妹 被钢田四藏一刀给飞了 银石说 你这辈子为了打造刀剑 一不抽烟二不喝酒 把左右手当成好机友 活着还不如一条狗 由于红鹰腰刀 凝聚了村田铁石 毕生的精气 因此随着这哥们的狗屁啊 红鹰腰刀也化作 片片樱花随风而去 影片的最后 是银石和高山进驻的 一场巅峰对决 银石说 没想到你啊 竟然跟天人沆瀣一气 简直是三观随风去 节操最满地 高山进驻说 你这个大傻瓜 难道你忘了 当初咱师傅是怎么被抓的 你到现在还听幕府卖命 简直就是精神命 银石一看讲理讲不赢 意识到不动手是不行了 毕竟是发小啊 不仅一起洗过澡 还一起睡过觉 一块撒过尿 银石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高山进驻 交换票 哎呀 这个画面 让苏哥禁不住 当下猛的一颤 这到底是谁定的 我也是罪啊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 汤诗压经吧 影片风格可真斗 满屏都是小鲜肉 三个既有一台戏 银石原来是个兽